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殺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距離京都車站走路約15分鐘的東寺 應該是京都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國寶 同時是市區的賞英明所之一 是一個都已經來京都了,真的不確定可惜的景點 西元794年,日本首都牽制京都 首都的大門口有個巨大的門 入口的東邊跟西邊都各有一個巨大的寺廟 雖然西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 但東邊的寺廟東寺就在此屹立不搖地待了超過1200年 雖然東寺的主要建築經過多次地震跟火災損毀 但重建之後的建築都保持原有創建時的模樣 在寺廟中散步,有著回到過去平安金剛創立的時候的感覺 東寺有四棟國寶建築 但按與取材時間,Bob只拍攝了其中兩個 東寺的金堂重建於1603年 是寺院內最宏偉的建築物 融合了日式跟印度的建築樣式,非常有特色 與旁邊的重要文化財蔣堂一起觀賞真的很有莊嚴感 在823年天皇將東寺鎮宇給空海 而其將東寺作為密教的道場 金堂跟蔣堂內保有了非常多的寶物 建議大家有時間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由於內部禁止拍攝,大家知道自己實際去看囉 國寶五重塔是那場供奉佛陀設立的建築物 也是日本第一高德木造建築,高達55公尺 最初五重塔是為九世紀建立完成 後來經過四次燒毀 現在的塔斯魯代目為1644年建立 搭配春天的櫻花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走遠一點到庭園拍攝綠樹、櫻花、金堂、五重塔的美景 剛剛提到東寺距離車站走路15分鐘 逛完東寺就可以順便逛京都車站 現在的京都車站是於1997年完成 集合的車站、飯店、文化商業設施 可以說是京都的玄關 這裡白天晚上都很漂亮 其實這部分大家可以試試看京都車站附近的兩家超級有名拉麵店 本家第一序Takabashi已經開了50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京都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十分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順口 新福菜館本店開了80幾年 比起Takabashi的湯底 新福菜館的湯底顏色又更深了 是這家店的最大特色 喜歡濃濃醬油的朋友一定會喜歡這家店 甜點的話我推薦寶泉JR新幹線京都站店 就是位在京都新幹線的站內 寶泉最知名的就是他們家的和菓子 使用最高級的單波黑大豆或單波大那眼小豆 善摘就像和紅豆湯一樣的料理 加了大那眼小豆跟自家製烤餅 甜而不膩 抹茶盛代也加了大那眼小豆 配上魚汁抹茶、冰淇淋跟白玉 是京都很代表性的甜點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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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